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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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坦福一群若空 砸到了电报信号器上 信号通过铁路电报系统 传遍美国 举国上下一片欢腾 连接加利福尼亚州和东部各州的太平洋土部 全线灌通 这一天被称为美国的金道丁日 1850年 位于太平洋沿岸的加利福尼亚 成为美国的第31个州 这里地域广阔 土地肥沃 矿产丰富 传说中的遍地金矿 更是吸引着东部的人 蜂拥而至 形成了著名的陶金浙 但是 从美国东海岸到加州旧金山的距离 超过4500公里 中间还有崇山峻里 茫茫沙漠和沼泽河流 路上交通十分危险 大多数的人和货物 只能从纽约乘船 绕行南美洲最南端的和恩角 才能到达旧金山 最短的时间 会要六个月 从加州并入美国版图开始 就有人提议 把美国东部的铁路网 向西延伸到太平洋 使美国的铁路 能够横贯整个北美洲 把地域辽阔的西部 和复数的东部连接起来 然而这条设想中的铁路 长达3000多公里 极大的修建难度 以及巨额的修路资金 让美国联邦政府望而却步 但是有一个人 却一直在积极推动 太平洋铁路的修建 他就是利兰斯坦福 1861年 他联合加州的几个副组 成立了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 目的就是为了修建 贯穿东西的铁路 当时美国的东部 已经修建起了密集的铁路网 这些铁路的资金 大都来源于私人资本 是由铁路公司通过发行 债券和股票而筹得 但是要想修建起这样一条 史无前例的铁路 斯坦福知道 光凭私人资本是无法完成的 他必须要借助 美国联邦政府的力量 可是当时的美国战火正凶 陷入南北战争的联邦政府 根本拿不出钱 斯坦福认为 既然联邦政府不能出钱 那就应出台法案 为资金提供保障 1862年1月 利兰斯坦福当上了 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 他立刻联合铁路沿线 各州的政要 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 在会上 斯坦福极力地说服大家 通过一个方案 内容是敦促联邦政府 通过发行债券 被太平洋铁路融资 并且将铁路沿线的土地赠送或低价转让给铁路公司 为修建铁路筹集资金 会后 斯坦福派人带着这个方案来到华盛顿 展开公关和宣传活动 其实不仅是斯坦福 联邦政府也期待着这条铁路的修建 只是苦于资金短缺 一筹莫展 斯坦福的方案让联邦政府意识到 政策的资助再加上铁路公司的商业融资 完全可以解决资金问题 1862年7月 时任美国总统林肯批准了太平洋铁路法 这份法案后来虽然经过修订 但是它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保证太平洋铁路的修建 根据法案 美国联邦政府 将给予太平洋铁路资金支持 平原地区 每公里1万美元 山区 每公里3万美元 山间谷地 每公里2万美元 同时联邦政府 还为修建铁路的公司提供了 52万多平方公里的免费和低价土地 总面积超过整个加利福尼亚州 这些土地还可以用于出售或抵押贷款 随后 铁路公司通过发行股票 筹集了1亿美元的资金 政府的金融和政策支持 加上铁路公司的商业运作 太平洋铁路资金难题 终于迎刃而解 太平洋铁路法规定 太平洋铁路由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 和斯坦福的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 共同承建 1863年1月8号 太平洋铁路正式通通 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 从东往西修 起点在内部拉斯加州的奥马哈 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 从西往东修 起点是加利福尼亚州的 萨克拉门托 法案还规定 如果其中一方 首先到达预定的会合点 则可以继续向前修 所修铁路的沿线土地 都归该公司所以 多修路就能多获利 两家铁路公司 展开了如火如荼的竞赛 本来计划用14年 完成的太平洋铁路 只用了7年就顺利难攻了 太平洋铁路的建成 把纽约到旧金山的旅程 从6个月缩短到了7天 美国的东西部 从经济上 真正结合成为一个整体 从某种程度上说 正是这条铁路 开启了美国经济 全面腾飞的时代 而斯坦福也依靠 这条铁路积累了巨额财富 成为了著名的铁路大王 美国太平洋铁路 被称为人类 七大工业奇迹之一 而这奇迹的背后 却是资本的力量 它把政策金融的引导性 和商业金融的足利性 结合在一起 是整个美国 共享资本带来的成果 一颗金色的道钉 见证的是资本创造的奇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